字幕 金字幕 李宗盛 去台灣回來之後就要拍這個淘寶開箱 今次的習慣是用Buy Up的 我總共集了70KG的貨物 我會分開兩個主題的 第一個就是嘉品 第二就是拍片的器材 今天就先說了嘉品 它是直接打夠了整間房的實用度 是比較漂亮的 我給大家看看我的書桌是怎樣 純片像一個room tour 給大家看看我的房間是怎樣 基本上我書桌上的置物架、桌布、櫃桶 下面的櫃桶全部都是淘寶圖 說起我的書桌絕對不能不提 就是我這個擺設的櫃 民幣的51元 材德叫做木掃版 它是一些可以濕碎、不會鑄蟲的材德 寄過來的時候就是包好一套 裡面會有螺絲、螺絲批、說明書 你一定會懂得砌,其實是很簡單 我一共就買了三個 這個款式是兩層 再加兩個櫃桶 就不一定是要加什麼公仔 你們加什麼都可以 加化妝品、護膚品都可以 下一個也是這個木掃版的材質 都是要自己組的 39.9的電腦架 這個也是我塗了之後覺得 是一個很滿意的家品 我平時這個就是用來放電腦 下面就放一些耳機、耳機 然後在旁邊這些位置 插線、插電線 什麼都可以 第三樣就是這個28元的桌布 它有很多不同尺寸 不同尺寸是不同價錢的 因為我書桌都用了很久 其實底部已經殘殘舊 我就在上面鋪了一個新的桌布 膠質的 可以用心毛巾擦 即使是有東西滴了 都可以馬上擦乾淨 就不會像棉布一樣 就會吸收進去 很容易弄髒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剪 剪開之後不會像布一樣 會有一些線飛出來 所以如果大家像我這樣 想用來鋪桌 不妨買一個大小小的桌布 回來自己剪掉 因為我也是這樣做的 之後我就是想說這個 63元的櫃筒 我有四個就放在我書桌下面 有三個就放在梳妝桌下面 這個質素我覺得很好 因為我也塗過很多櫃筒 有些膠會很軟 很容易塌 這個櫃筒是你送過來的時候 已經是這樣的 不需要自己砌任何東西 而且它有很多不同的尺寸 它真的非常實用 周圍丟掉的東西 全部都塞進去 超級整齊 然後要說的是這些 波波燈 星星燈 50元有10米長 還有80個波波燈 我想說 只要你房間多了這一堆東西 超有feel 給你看看 嘩 你看 有時候是關了燈 光是穿這些波波燈做事 超棒 這個是真的別買 然後要說的是這個 這個我之前在日本買過 好像買九十多 一定不知八幾元一個 然後有些觀眾跟我說 淘寶也有 淘寶只要39.9元 它寄過來的時候 都是分拆成一層層的 它不會說整個這樣 放過來 平時會放一些工作用的東西 然後拉到身邊 就可以開始做事了 你放什麼都可以 我純粹覺得這個架很實用 又便宜三十幾元 對不對 那講完書桌的部分 我們就跳到說梳妝桌 下面這三個櫃筒 剛才介紹過 我主要這邊 就是放一些化妝品 和護膚品 之後就找了一個木板 隔開它 上面就放了一個折襪架 其實整個梳妝桌 純粹是組合回來的 那梳妝桌 第一樣東西就是 護膚品的櫃 它這個材質也是木掃版 這個就是33元人民幣 其實那間店裡 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大家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款式 然後就是這個 這個是29元的 材質也是木掃架 它的作用 我就會用來隔開一些東西 就可以騰出一個空間 放其他的東西 例如我書桌上 我放了這個 然後再放電腦架 在梳妝桌上 它也是在扮演這個角色 我再塗了這些 這樣的櫃底 那這些就是29.94 我記得 它本身是放雪櫃 可以把這個 套進去 這樣就會變成兩個小櫃筒 放一些可能 摘頭髮的東西 比較輕一點的東西 然後這個是22.8 我就放了梳妝桌上 它的顏色是 橡牙白 而它的鏡面是超級大 不會照到你K型 然後就是一個垃圾桶 這個是28元人民幣 這樣在這裡按一按 就可以打開 按一按 它就會鎖起來 我就建議大家買12L的 因為8L的那個真的有點小 它有很多顏色的 大家也可以上去看看 那現在這一部分 就是講我牆上面的掛式 那第一件事一定要講 就是我的牆子 那它有一塊就是70x77cm 上面你可以直接用濕毛巾去擦它 它的紋路就是白色磚頭的 那我牆本身是爛融融的 灰掉出來 有我以前小時候畫的圖在上面 是超級噁心的 那我懶得說 它重新油過牆 那自從我遇到它 我就把爛的牆全貼了 就變成大家現在看我後面的背景 拍片都方便了很多 我連那些報警字都不用下 直接用這個白色牆去拍片就可以了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它有6個8一帶的 而且它是很容易貼的 它是像撕貼紙一樣 撕開它 你要的工具紙是兩隻手 撕開它貼 就是這麼簡單 說起牆子 還有這個條狀的 因為我覺得就是白色的磚 有點寡 那我就買了這些配件去搭這個牆子 而且它的面子也是可以用心毛巾抹的 它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另外我就再塗這一類型的花邊帶 你們塗幾長都有不同的價錢 大家可以按進淘寶看看 它那個狀狀我就把它圍住了 我AKA買的那個連身鏡 因為我只貼在門上 我覺得好像很寡 所以我就把這個白邊的花紋貼圍住 就多貼一圈 整件事是不同了 我長的設計就是一個3D的長子 然後再加這個白色帶 拼一個這樣的粉紅色長條形長子 整件事是會漂亮很多很多 然後就是一個燈製的裝飾框 我覺得這個框真的超美 它又是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我有一次看到有一個文具店買 它只買了六七十元 我就回去淘寶搜尋有沒有 想不到真的有 我記得它是很便宜的 不需要六七十元 我買了 那我家的燈製 全部都用了這個來圍住 立即整個風格不同了 所以這個我也是超級建議大家去買的 這個真的很漂亮 然後就是這個 它一個掛牆的置物架 重點它的價錢只是9.9 它也是一個木掃板 因為它不是實木 所以它就不會很重 它這裡還有五個滴滴 我平時就會掛鎖子 掛 headphone 一些你出門的時候要拿的東西 重點是這個價錢它的性價比已經超出了我的預期 之後要說就是一個窗簾 86元的窗簾 我這個尺寸是1.5米乘2米 大家可以自己訂 我就買了兩塊 一塊是米黃色 另一塊是粉紅色 我覺得它的遮光程度是中上 未去到位置 一蓋整個房間蝦蜜蜜就不會 床上用蚊其實只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這個 14.9床邊的置物架 這是一個籃 因為我是放在一個陸架床 上面就沒有一些櫃 可以給我放電話 充電器 紙巾之類的東西 我就買了這個 然後就是這個 35元兩條的枕頭簿 可能你會問 我們也有枕頭套 用不著要你的枕頭簿 因為蛙姐我的皮膚不好 大家都知道 醫生就叫我 如果儘量可以換 每天都換枕頭套 我就買了這些簿 當然你們買回來之後 都要清潔乾淨洗乾淨 另外我買多了兩樣東西 是給明年的年宵 我明年仍然會和希哥一起擺 我就淘了兩張桌子 我和希哥一人一張 它是233元人民幣一張 我覺得值得 因為我在香港看 好像二五百多元一張 我就再淘多了兩張折凳 就是20元 就是給我媽媽坐 總之這兩樣東西都是給年宵 好了 我已經把所有我要介紹的東西 介紹完了 我覺得其實全部性價比都很高 對不對 而且它真的打夠了我整個房間 變成一個很實用的桌子 下集就會說一些拍片的用具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